李銀鳳的配裝的話,他的魂石有兩種,一種是赤煉鬼,另一種是裸鬼 那基本上出了神兵之後,打PVP的很多人都會用赤煉鬼去秒人 但是還是會建議大家是用裸鬼去做一個通用 嗨,華元安,做一個裸鬼可以通用 因為李銀鳳的體質很低,氣血只有丁 李銀鳳很容易自爆,所以裸鬼的減傷10%很適合李銀鳳 那李銀鳳的魂石屬性挑選的話,會建議去挑選有氣血 那天的部分比較特別,氣血最高屬性只有5而已 所以天不太需要去追求所謂的氣血 不用去追求氣血,你可以拿3種屬性傷害的螺絲出來就可 天的部分比較特別,那地的部分盡量去追求所謂的氣血 讓他到10%或5,氣血在地的話最低是4嘛 4跟5我覺得都很低 4跟5都很低啊 我有去解李銀鳳的神兵技能 神兵技能他的關卡是李銀鳳跟那個 那個火屬性的坦克打架 忘記他叫什麼,賀蘭鐵海 他跟賀蘭鐵海打架 打輸了很正常 那就是去找有氣血,像這顆就很滿意,有10% 有10%物攻帶2,沒關係,真的沒關係 李銀鳳有輸出,活著才有輸出 氣血一定要帶給李銀鳳 然後再來黃黃一樣去找有氣血 像這顆就不錯,5%氣血加6%攻擊 那這顆的話有6%氣血跟5%攻擊 這個好像稍微顛倒了一下對不對 那我個人認為這顆比較好 這顆也可以,看都可以啦 那我們就先挑這顆好了 那既有屬性的去做一個搭配 那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先把它用一個 然後我們看裡面的屬性 屬性上面的話總共攻擊13加8加5等於多少 13加8加5 對,26 26攻 那26攻的時候同時我們去看一下氣血 氣血這套有16%氣血 16%等於說你帶了一個鳥戒在身上 不是很安全嗎? 鳥戒再加5%的6%的氣血 舒服吧 26攻加16%氣血 這套的話在前面羅鬼基本三套就到這邊了 好,吉身的部分的話 吉身的部分的話 吉身的部分的話 頭盔一定是推薦你們帶這個所謂的冰船串出 一定是帶冰船串出 因為你如果身為... 很容易要去打御風職業的 通常像是小狐狸、曹沁 或者是一些PVE的怪很多都是會自帶閃避的 所以冰船串出煙很適合你 那一樣如果沒有冰船串出煙 就是一樣去考慮乳翼珠翠跟最高白板的冰船玉帶 就這樣子 那身體的部分的話首選PVE的話是拿這個青繩禁玉 在主動攻擊中物防跟法防都可以提升15 這個去打王,打王的時候特別好用 讓霖風自暴機器再度降低 那假設沒有這個怎麼辦 那隨便穿就可以了 沒有這個東西的話他的衣服差異性不大 衣服差異性不大 剛才是腰部,腰部就不多說 腰部的B.S是那個什麼 你怎麼也沒有 我也沒有,沒關係 那個叫什麼 A A那個叫做 減張的那個叫什麼,有點忘了 超雲吧 超雲橫渡吧 對,超雲橫渡 減張的是B.S.P. 超雲橫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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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的 超雲橫渡 OK都可以 反正就是那個減傷視頻 如果沒有減傷視頻 建議帶什麼 帶這些角人杯歌系列 帶這些角人杯歌系列 角人杯歌系列可以去給所謂的狀態 可以給所謂的狀態 這個東星的話 因為李銀鳳可以做到兩次攻擊 兩次給予BUFF機會 他有馬踏飛燕 他可以去做再行動 所以他的那個角人杯歌系列非常適合給李銀鳳 如果角人杯系列沒有的話 另外一個會推薦萬弗朝中系列 萬弗朝中系列也是不錯給李銀鳳 腰鋪到這邊了 再來是手部 手部飾品的話這也比較特別 當然啦,有暴擊手的當然是選暴擊手 沒有暴擊手怎麼辦 挑12%攻擊跟15%攻擊 最好是15%攻擊 蛇手零劍 主動攻擊中復攻會提高15% 而且氣血又給了8% 這個真的非常適合李銀鳳 你這樣搭配起來 你的李銀鳳就真的很硬邦邦 你現在用這一套李銀鳳 你自爆跟我說 那絕對是你忘記去幫王將攻了 好啦,就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就是滿配的李銀鳳了 這個推薦給大家 裝備是這樣子 好,那李銀鳳的飾品跟魂石講到這邊 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李銀鳳現在開了神兵技能 我們順便把神兵技能講一下 神兵的話一樣去 李銀鳳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屬性上面要去挑物攻跟氣血還有彗星 物攻、氣血、彗星 記得物攻、氣血、彗星 李銀鳳是挑這三個 沒有彗星就算了 但是一定要物攻跟氣血 所以你這顆是完完全全建議不行的 即使他的攻擊力看起來 他的等級看起來很高 但是這個屬性非常的爛 嗨,綜藝 所以會建議你去把他洗掉 建議把他洗掉 除非你現在有東西給我洗 應該也沒錢 對啊 沒錢 沒錢 我來看你包包有沒有東西 某某人家等及時了 還叫他洗掉很浪費 哈哈,你看那邊有 我跟你講我拿了一顆 有條件就洗 XPD 輕之精要洗屬性那是天價了 那順便教大家所謂的心之精的口訣 心之精口訣就是6卓加1卓 或者是2卓加1卓 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閃耀進度 卓的閃耀進度只能10% 一動畫可以一次20% 學一動畫可以一次40% 在100%的時候 你的那個等級會特別的提升一次 那我示範你這個給你看 6卓一卓 這邊的話跳過間地動畫 我就去做一個6卓一次 1卓 1卓 2卓 3卓 4卓 5卓 6卓 6卓 好,那邊我們直接放棄掉了 這邊就6卓就已經60%了嘛 那我們這邊搭配1卓就可以湊買百分之百 我們直接按下去 那這邊就是洗石 你看這邊就拿到34% 雖然這邊等級比較低啦 等級比較低 但是這個屬性 鐵定比左邊屬性好那麼差很多 一定是好到爆炸這樣子 那以後要領一封的攻擊又再上去了 那一樣,同樣的道理 這兩顆也要去洗掉 兩顆也要去洗掉 那... 我幫你拿 那的話各給他一次機會 等級只能... 隨緣喔 沒事啦 因為你後面還會再開3個格子 等級是隨緣 那我跟你講一樣 六卓一卓 2 3 4 5 6 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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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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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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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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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6 7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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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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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洗 對,不是課長不要亂洗 不是課長的,就是等級先有 再求有數值 你看,有沒有 你的筆緣ID不用換 真的不用換了 這個東西 好啦 先講一些凝聚上面的小技巧 好,那李林峰的簡單介紹到這邊